大家好,我是Steven 那么在前面的网络编程基础部分的学习中 我们了解到了从TCP IP协议站到一个网络报文 在网络上的它的走向,它的路由 了解到了TCP IP协议站中 TCP协议,UDP协议的套页字编程 然后还有广播,主播,以及原始套页字的编程 那么这些都是基础部分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 它是怎样的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 我们一个网络设备 它的整个开发流程是怎样的 那么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前期市场评估 当这个市场评估发现市场有需求之后呢 我们就会对它的投入,资金投入等等 进行去分析评估 然后这个项目可以做 那我们就开始逆向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软硬件的规划 以及软件的开发时间评估 硬件的开发时间评估 人员的评估 好的,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设计硬件电路板了 设计之后呢,PCB板 然后PCB板生产 PCB板调试 那么我们软件开始做什么呢 我们软件首先当然如果你特别牛逼的话 那一个软件的整个流程图都在你的脑子里 它究竟怎么跑的都在你脑子里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编码 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我们软件设计的这样一个文档 是必须要写好的 因为你牛逼啊 你只有一个人 但是我们整个是一个团队 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项目特别熟悉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文档 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开发 那么这个时候文档有初稿啊 二稿三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要有一些项目啊 我们的软件主管来进行评估啊 加上我们总工来进行评审 那么评审通过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着手开发了 那么在开发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啊 这个也是在软件文档定义的时候开始要做的 那就是我们主要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软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它的难点在哪里 我们重点要开发哪些 然后对于软件分模块的进行去开发 不同的人员开发不同的模块 好的 那么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向原厂去申请我们的CPU 去申请我们的交换芯片 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芯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申请芯片的时候 那么原厂他会给我们一段时间啊 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总是要托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会给你内核 他们Demo版的内核 然后交换芯片的SDK 等等以及其他的SDK 那么主要的 像在一个交换机中呢 他一个主要的SDK 就是我们交换芯片的SDK 那么这个东西申请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配置好的交叉编译环境去编译 然后在我们生产出来的PCB版上面去调试 那么这是接下来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可能花时间比较长的部分 一个是软件环境的配置 虽然你的 你可以直接把那个交叉编译工具下载下来 但是每台机器不同啊 等等等等 有很多要调试的 有很多需要配置的 针对不同的平台 你要有不同的一些环境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么等我们这个环境配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构思我们的软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我们模块的开发的一些细节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原厂的内核也应该要申请下来了 那么申请下来了之后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去编译啊 用我们的环境配置 用我们配置的环境去编译内核 通常 这个内核编译出来 它是可以直接在我们新生产的PCB板上用的啊 它只是一个最小系统的内核啊 像我们的枪式内核 那么我们还要做的事情呢 还有文件系统 那么文件系统 它就涉及到了我们在 我们新生产的PCB板上到底能不能用的 能不能运行软件的这样一个功能 能不能运行软件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内核编译完了 文件系统也制作好了 那我们就有了一块 像是内核的开发板 相当于最小系统 然后呢 硬件调试啊 软件配合它调试 然后再加入我们这个板子上面的新增加的驱动部分啊 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终端产品上面的额外的驱动 原厂它是不会提供给你的 这个是需要自己开发的啊 像iPhoneC像SPI等等啊 这些协议都是需要自己去开发的 那么对于一个项目呢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尽快的去完成 对吧 所以呢 有时候有些代码 它就不会从您开始写 就会去网上找一些开源的代码 比如说我们的mini行啊 像我们现在开发的一个 RSL 它这个这样一个远程管理工具呢 在网上其实可以 在网上其实可以下载到开源的代码 困杆 那这样一个开源软件 这样一个开源软件呢 它其实实现了我们的一些软路由啊 一些mini行的工具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拿来 我们就可以去管理去操作我们的迁入顺利用斯单板 然后呢 再把我们申请到的SDK整合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代码里面来 那么这个过程呢 花不了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最主要的啊 是我们在接下来过程中的编码开发调试 那么这个过程呢 需要开发一些网络协议 比如说对于不同的网络设备 它的一些管理协议啊 它的一些通信协议等等 那么当过再过去几个月呢 我们把软件调试硬件啊 硬件调试也调试完了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硬件就要开始小拼量生产 然后再去调试我们的软件 再过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软件第一个版本 比特版也要发布 然后发布完了之后呢 就是开始测试啊 不断的测试 不断的debug 然后不断的发布新版本啊 就是这样一个整个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当我们测试完了之后呢 就会要去拿到市场上去开试验局 拿到像我们的网络设备呢 它就会要去拿到工信部去测试认证 入网认证 然后就是拼量生产销售 那我们一个项目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要开发的这个R-Sign呢 我们代码是从您开始写 那么当然呢 我肯定不会在视频教程里面直接从您开始写 我当然已经写好了 然后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去分析我们这个项目的需求 然后我们项目实施的计划啊 当然你可以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开发 进度快 你就会更快的开发出来 然后我们的协议定义啊 然后我们的文档编写 然后最后我们的测试 debug 那么我们也是按照这样一个牛程来做 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会讲思路 然后讲时间安排 然后大家自己去开发 在前面呢 我们已经把项目需求发布出来 在前面的视频教程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项目 它的需求是什么样子 那么在我发布项目需求的时候呢 提到三点 第一个用户能登陆服务端 第二个用户要输入命令 能够管理我们的 强势尼斯单板 或者说我们在虚拟机上挑事的时候呢 就是去输入一些命令 然后尼斯能给我们回应 比如说我输LS命令 那么尼斯他就会给我回一个 你在当前目录下有哪些文件 对吧 然后有一些客户团自定义的命令 比如说一个side退出 对吧 help 有哪些命令 有哪些提示 等等 那么虽然只有这么简简单单的三个功能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哪些呢 第一个用户能登陆服务端 这里说明了我们需要开发客户端 和需要开发服务端 是吧 当然这是废话了 那么我们注意到第一点中的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登陆 登陆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客户端要输入用户名 输入密码 然后发送到我的服务端 是吧 我们要按照一定的协议规范来发送到我们的服务端 然后我们的服务端验证成功之后 给我们的客户的一个回应 这是整个过程 那么的服务端呢 当收到客户端发来的登陆请求之后 此时他就要去 拿着我收到的用户名啊 去在我的数据库或者是我的念表里面去寻找 有没有这个用户 如果有这个用户 那当然我给客户端返回一个OK 如果没有这个用户 那么我会给客户端返回一些信息 比如说没有这个用户啊 如果说客户端传达的密码错误 那我当然会给他发送回一个密码错误的信息 对吧 那么整个过程呢 都是要按照一定的协议对吧 那么整个过程呢都是要按照一定的协议规范来进行收发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用户输入命令 比如说他输入一个LS 那么传到我的那么传到我的服务器呢 我要去进行执行LS的操作 然后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那么第三个呢就不用多说了是吧 有些是客户端处理 有些是需要服务端返回的 那么这样三点列出来呢 我首先给他了一个定义 那就是我服务端要区分哪些是用户登录的信息 哪些是用户输入的操作Nix的一些命令 哪些是客户端自定义的命令等等这些 那对于一个网络应用程序 我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连接了之后呢 进行一些命令的操作 进行一些沟通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他的心跳 保活 比如说我把网线拔断了 那我的服务端就不知道我的客户端已经离向 对吧 有些不可抗的因素呢 导致客户端的信息还在服务器端有记录 而客户端却早已离开了那台主机 那就是心跳保活机制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功能的解析 在这样的几个功能中呢 我们发现他有几个难点 第一个就是用户的协议 定义 那么我服务端和客户端怎么知道 他服务端给我发的消息 就是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我的客户端给服务端发的消息 我服务端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对吧 这个协议的定义 然后我服务端 我们现在是用C元来开发 那么他的整个流程是怎样的 那么在接下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要讲到这些过程 那么在前面讲到了啊 在项目过程中呢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的环境配置 我们的重点难解 我们的功能解析 那么在一个枪式那个死单板中是这样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呢 那我在我们的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的环境是怎样的 首先 虚拟机对吧 然后 GCC编译器 其实这个项目的功能很简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那么首先启动服务器 然后客户端 输入用户名密码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名称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ls 出来这些文件 那么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Quick Error Help 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这个项目的流程图 它的整个执行流程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读取配置文件啊 把我们的账号 读到我们的链表里面去 然后 管理的登录 当然这个是我们在服务器端的管理的登录 就是管理我们的服务器的 然后呢 创建我们的套件字 我们的套件字变成模型 对吧 然后再称为后台服务程序 然后打开我们的log文件 等待客户端链接 然后当我们客户端链接好了之后呢 首先是登录 登录完了之后就开始心跳标志啊 然后开始轮巡啊 开始去检测我们的客户端是不是超时啊 然后再开始去传击命令 如果是Linux的命令呢 那我们就用popen执行之后 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客户端很简单是吧 输入用户名密码 然后就开始去执行命令 流程也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来分配一下 那么在命令的传递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定一个协议 那我们的协议 通常呢 我们的网络程序的协议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十六进制的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自负穿行式的协议 看我们的方式一 我通过一个下滑线来区分 我不同的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登录 我用logan来表示 然后接下来就输入用户名 接下来就是密码 把这一整个自负穿 传给我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服务器去解析 解析好了之后呢 再给我的客户端发送一个回应 如果是系统命令呢 那我们第一个自负穿 那就是system 如果是用户自尽的命令呢 那我们就用custom 然后接下来是命令 然后把相应的结果返回 然后如果是新教呢 就把我们的 就传递我们的heart 作为一个命令分类的一个type 那么第二种自负穿行式的 协议的定义呢 那就是使用jason的方式 那么jason呢 我们就在这里就只是提一下 大家自己去研究 通常呢 我们用的更多的是十六进制式的协议 那我们十六进制的协议 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定义一个数据报文 我们用户的数据报文的协议呢 首先我们会给他一个com header 也就是我们的头部 通用的头部 那么这通用的头部呢 主要定义哪些呢 在我们自负穿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分了四种命令的传释方式 对吧 首先是登录 然后直接系统命令 然后直接用户命令 然后还有心跳 那么在这里呢 当有一个 当我们的cneg监测到了一个数据过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对他进行解析 在我们发送一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对他进行解析 然后给他加上一个头 那么很显然到了服务器段呢 我们就会再解析这个头 对吧 那么这个头部包含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type 第二个呢 就是nance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报文中的长度 也就是我们的用户date userdate 然后最后呢 是我们的checksum checksum 这个通常我们用clc教验 这个教验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 在这个报文的传输过程中 它被意外的改变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个type 它怎么去定义 通常我们用了一个 在这里呢 我们用了一个枚构类型 从您开始 然后表示是logan 表示是system 那么这个枚构类型呢 在我们的服务器段和客户段都是存在的 comheader也是一样 对吧 那么呢 用户 那我们的用户数据 userdate里面 要用到哪些呢 第一个 如果你是logan 那我们就给传输name和password 对吧 那么还可以在这加一个参数 name的类型 比如说是管理员啊 还是其他的普通的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 还是普通的管理员 那么system command呢 我们在这里就直接用字符串 给它传输过去 那么如果是其他的呢 我们都采用同样的一种方式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么当我们的服务器端 执行好了之后 给我们的客户端返回数据的时候呢 他首先也会加上这样一个comheader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的结果 执行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这个faircode在我实现的过程中呢 我已经把它取消掉了 通常我们开发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会定义一个结构 让它跑起来 然后在实际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用到哪些 可能你有新的想法了 你就会增加上去 或者是修改 然后比如说LS 我们一个命令执行回来 我们会给它返回一些字符串 对吧 我们当前目录有哪些文件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记录这些字符串 对吧 在返回的数据报文中 我们要给它记录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用了一个数组在这里记录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整个协议 那么在协议的定义的过程中呢 首先是定义我们一个数据报文 它分哪些区分哪些模块 然后对于不同的模块呢 我们用不同的结构去定义 在我们的客户端怎么去发送报文 怎么去解析返回来的结果 在我们的服务器端呢 突然也会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是我们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通信 那么如果是客户端与客户端之间通信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对我们的消息进行路由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到了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服务器要发送到你 当我们的服务器有集群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从这个服务器 可能要跳到那个服务器之后 才能发给你那个客户端 因为我们不同的客户端 可能在不同的服务器上登录 对吧 中间有这样一个跳转的过程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协议定义 以及协议的封包组包 不要看我们定义的这个协议非常简单 其实它已经囊括了我们整个 它已经包括了我们整个协议的定义的一个过程 那么虽然我们把这些定义呢 但是当我们的软件不断的增加功能的时候 当我们的协议不断的扩大的时候 增加的也只是业务的部分 其实基本的原理还是一样 通过我们一些结构的定义去分析 哪些字节是哪些数据 好的 那我们当我们把协议的定义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实时计划 第一天干什么 第二天干什么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socket的编程是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选用TCP套节字 那么TCP的编程模型呢 我们之前已经讲了 我们在这里呢 服务器端我们用了eepro 在客户端呢 我们用的cnect 我们之所以在客户端用cnect呢 我们在客户端用cnect呢 我在前面也讲过了啊 当我们的一个fgas和我的receive 同时有数据来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里我也就不多提 那么我们的socket的编程呢 如果你想自己写代码 那么这个可能要花到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配置文件的定义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们的配置文件呢 首先是cfg 我们的log文件 我们的守护频率 通常呢 我们会有一个守护进程在那儿 我的服务器软件当掉了 那我的这个守护进程 一发现我这个服务器当掉了呢 就会又会重新启动它 然后我的端口是多少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我们的端口是8888 这个没有用到 IP啊 这个也就是这样一种定义 不用到的 我们就在这加分号 那么这是我们对账户的定义 在一个简单的程序中呢 我们直接用文件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大量的用户 数十万数百万用户 那我们当然会用到数据库去管理 对吧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当我们开始写代码之后呢 我们一个项目工程 它不止一个文件 它有不同的模块 所以我们会给它定义不同的目录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makefile 那么makefile呢 它就全自动化编译 我们可以用waltomake 也可以用我们自己写的makefile 那么这时候呢 在我们通常在我们的changerness中呢 我们会用到 我们会自己去写一个makefile 会加上我们的交叉辩印头 我们稍微提一下我们的makefile怎么写的 这个是我们的顶部目录 我们需要连接的酷 我们包含的这个include目录 我们的一些头文件放在每个目录下面 我们的编译目录在哪里 我们需要编译的原文件 然后就是我们的app的名字 然后makefile 然后makefile 然后我们新建了一个目标client 通过我们makeclient呢 我们就可以去编译我们的client 那这就是我们的makefile 一个makefile能够编写出来呢 它说明了你对整个软件架构的一个熟悉程度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在我们的整个软件中呢 我们把它分为几个模块 第一个用户认证 用户认证呢 它接受到账号密码需要认证 对吧 它的状态 如果它离开了 我们需要去释放相应的资源 对吧 协议实现 也就是我们的封包解包 去发送报纹去解析协议 对吧 然后心跳机制 这是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的日志记录 那么通常呢 我们在我们的 那么通常呢 在我们的一个软件中 我们必须要有日志记录 出了问题 我们根据日志去查找 这样会提高效率 那么协议实现呢 如果不熟悉 可能会需要花到一天的时间 用户认证 配置文件 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功能 心跳机制 那么你可以用N种方法去实现 那么我们选了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创建一个县程 在客户呢 创建一个县程 不断的向服务器端报告 我在线 那么在服务器端呢 我也创建了一个县程 每隔几秒钟呢 每隔12秒 我去检测 用户状态 它是不是在线的 如果不在线呢 我就会去把我的客户端提掉 然后日志记录 这个我们也已经写好了 好的 那么在下一节课中呢 我们就通过去看这几个模块 这里有6个模块 那么在我们的代码中呢 也实现了6个模块 当然还有很多功能 可带各位去自己增加 这个软件也是有bug 但是呢 基本的功能 它是可以实现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去讲讲我们的整个代码框架 它的sno 它实现的 哪些模块